渔夫和他的妻子 从前一个穷苦的渔夫和妻子坐在海边的一座四处透风的破房子里 渔夫每天总是不停地去钓鱼,从不休息 这天他又像平常一样到海边钓鱼 忽然,鱼钩猛地往下一沉,鱼线被拉得笔直 渔夫心中一阵狂喜,因为他知道这一定是钓到了大鱼 他小心翼翼地拉着钓线,当他把钓钩拉上来时 发现钓上来的是一条硕大无比的笔木鱼 使他惊奇的是,这条笔木鱼竟然开口对他说话了 渔夫,请你放了我,让我游走吧 我并不是什么笔木鱼 我是一位中了魔法的王子 请你发发善心,放我回水里吧 渔夫说,你不要害怕 我怎么能伤害一条会说话的笔木鱼呢 你太可怜了 说着,他就把笔木鱼放回到清澈的大海里 笔木鱼慢慢地游走了 海面上留下了一条鲜红的血痕 这一天,渔夫再没钓到别的鱼 只好空着手回家了 他的妻子见到他问道 啊,你今天又是什么都没有钓到吗 渔夫回答道 我钓到了一条会说话的笔木鱼 可他说自己是一位中了魔法的王子 我就把他给放了 妻子埋怨道,你该让他送给我们一栋小别墅 快去告诉他,我们要一幢小别墅 我相信他一定会答应你的要求的 渔夫虽然不想这么做 但是又怕妻子生气 于是就来到了海边 这时海水绿的泛黄再不像以往那么平静了 他走到海边大声对着海说道 大海里的笔木鱼啊 我捉你放你不要回报 此时我的老婆却不依不饶 渔夫说 我老婆他不想再住在那个破房子里了 笔木鱼,笔木鱼 他希望得到一幢小别墅 可以吗 那条笔木鱼果然真的出现了 说道 回去吧 我会满足他的愿望的 渔夫便回家去了 走到家门口 他惊奇地发现 原来破破烂烂的渔舍不见了 一幢漂亮的小别墅出现在眼前 他妻子正高高兴兴地坐在门前 妻子一见丈夫回来了 就拉着手说 快进去看看我们的新房子 小别墅里有一间精致的小前厅 一间漂亮的小客厅 一间干净的卧室 靠墙处是一张舒服的大床 在厨房和食物储藏室里 摆放着整洁的家具和丰富的食物 还有西智同志的餐具 一应俱全 别墅后边有一个养着鸡鸭的小院 院子旁边是一片长满新鲜蔬菜 和水果的小园子 丈夫回答道 哇 这回你满意了吧 嗯 这个嘛 我还要想一下 妻子说道 他们吃了有生以来最丰盛的一顿晚饭 之后就休息 睡觉了 几个星期后 妻子又让笔墨鱼送给他们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 又过了一段时间 妻子又当上了国王 过了几天 妻子说 我已经感到厌烦了 快去找笔墨鱼 说我要当皇帝 唉 老婆 她不会再满足你的愿望了 我也不想对她提出这个要求 想一想 整个皇帝才是一个人啊 大家怎么随随便便都谁可以做皇帝呢 妻子贺令道 哼 你敢顶嘴 我是国王 你必须服从我的命令 她既然能使我当国王 就一定也能帮我当皇帝 快点 去给我找笔墨鱼 让她满足我的愿望 笔墨鱼 唉 大海里的笔墨鱼啊 老渔夫迈着沉重的步伐来到海边 又大声地喊道 大海里的笔墨鱼啊 请你听我讲 我捉你不要回报 而我老婆此时却不依不饶 笔墨鱼问 她有什么要求啊 渔夫回答道 她要当皇帝 回去吧 笔墨鱼说 我会满足她的愿望的 渔夫回到家里 发现整座宫殿 都用抛光过的大理石砌成 到处都装饰着石膏浮雕和黄金 妻子正坐在 用一整块黄金 到锻造的宝座上 她头上的金冠 镶满了奇珍异宝 闪耀着夺目的光 她左手拖着金球 右手握着拳杖 让人觉着她是那么的神圣 那么的威严 渔夫仰着脸 对她的妻子说 亲爱的老婆 你真的当皇帝啦 她回答说 当然了 我现在可是至高无上的皇帝 那这次你当了皇帝 应该高兴了吧 不 我不高兴 我要当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教皇 快去找比木鱼 渔夫只好又离开了宫殿 她的脑子一片空白 两条腿像灌了签一样重 跌跌撞撞的向海边走去 海岸边的山上狂风怒吼 乌云翻滚 天昏地暗 树枝被大风吹得嘎嘎作响 海水像开了锅似的 汹涌奔腾 远远的海面上 几只小船在狂涛中 时隐时现 发出求救的信号 火红火红的天空 只在中间露出一点蓝色 这预示着一场狂风暴雨 就要来了 心惊胆战的渔夫 向大海大声的喊道 大海里的比目鱼啊 请你仔细听我讲 我捉你放你不要回报 老婆此时却不依不饶 她有什么要求呀 比目鱼问 渔夫回答道 她要当教皇 比目鱼说 回去吧 我会满足她的愿望的 渔夫回到家里一看 宫殿变成了一座大教堂 人们正争先恐后地往里挤 大教堂里点着上千根蜡烛 照得四处一片光明 她的妻子全身上下穿戴着金子 骄傲地坐在更高更大 更高贵的宝殿上 头上戴着三重大金冠 补天之下 皇帝和国王都跪在地下 跪在她的面前 请求她的恩赐 老婆 这回你应该满足了吧 嗯 你起来 快不要睡觉了 快去告诉比目鱼 我要控制太阳和月亮 她的眼睛里 竟然放出恶狠狠的光来 凶恶地瞪着当夫 狠狠地踢了丈夫一脚 冲着她说 你快去找比目鱼 我已经无法忍受了 渔夫赶紧手忙脚乱地穿好衣服 像疯了似的狂奔而去 比目鱼啊比目鱼 比目鱼啊比目鱼 请你仔细听我讲 我的老婆 我捉你不要回报 我老婆此时却不依不饶 比目鱼问 她到底需要什么呢 渔夫说道 她想当月亮和太阳的主人 比目鱼 这个时候什么都还没有说 可是外边 大海边 却已是狂风呼啸 震耳欲聋的雷声 似乎要把教堂劈成两半 猙獰的闪电 一个接着一个 瓢泼大鱼 打得渔夫卖不动路 睁不开眼 一间间房屋被掀翻 一棵棵大树 被连根拔起 一块块巨大的岩石 被刮落在大海中 大海掀起冲天的黑色巨浪 浪尖上翻涌着白沫 这个时候 比目鱼说 回去吧 让他搬回那间破鱼舍 他只配住在那儿 从此以后 渔夫和他的妻子 就一直坐在那所 破旧的鱼舍里 小朋友们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是不是不要贪心啊 再见 再见 好